嗨,我是小光 我是維珍 時間難敲 嗯 敲,應該大家都聽得懂吧 敲,應該都聽得懂吧 時間難敲,大家應該知道什麼意思 我們要解釋嗎? 不是,因為我覺得 我聽了很多我們之前來電20 然後很多人給我們留言 我覺得很感興,我說過 然後他們有的留言很有趣說 我們的用詞跟他們熟悉的感覺不一樣 不一樣嗎? 敲 時間難敲 有些人大概會猜得到意思 可是好像一般人不會這麼說 一般人會說 我們只是省略了一個字吧 時間難敲定 一般人也不會這樣說啊 也不會這樣說啊 時間難喬 很難喬啦 可是我們很少這樣說 喬是中國語嗎? 還是台語啊? 應該有台語的感覺 喬事啊 時間難喬 時間難喬的話 感覺就是,感覺是從商的 或是兄弟掛 然後時間難敲 感覺就是媒體掛 或是把自己當明星的人 很難敲 很難敲 或是一般可能會講 時間很難定下來 沒有,因為主要是我們是 不是很多一般人 你都認識一些鬼 沒有,時間很難敲 的口語化應該是 時間很難碰在一起 很難約定 很難安排很難約定都可以搞 對啊,其實我相信大家都聽得懂啊 應該都聽得懂吧 只是要增強 所以我相信 維珍是一個外文系的高材生的名聲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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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不可 很難不可 是不是用不可 對啊 那如果我不想用不可這件事的話 我要用哪一個字 MAKE APPOINTMENT 我要看影星了嗎 好啦 言歸正傳 我們剛剛其實一來 我們就跑到錄音室裡面 我們想說 今天這20分鐘 好像好多事要跟對方說 然後我們都會先 在通電話的時候 跟維珍約定時間 然後我們就想說 好,我們現在什麼都不要說 我們都不要說 有關於節目的任何事情 我們也不要講說 今天這20分鐘 我們自己想分享什麼 有點像交換日記 但是 都不知道什麼東西會丟出來 我只會像賭博耶 不是交換日記耶 我真的有 而且 上一次星座的那個 那一集出去啊 好多朋友都有回想 真的嗎 而且他們喜歡 所以我們決定 這一集 就不講星座 我就釣大家胃口了 根本沒有人被釣 只有三個 可是有三個我們也開心 也開心 有兩個 也開心 也開心 只有一個 也開心 沒有人 我是鸚鵡 反正我怎麼樣都開心 沒有 對 可是有時候心情真的會不好 因為每次都不一樣 我剛剛說為什麼說像賭博一樣 就是來的時候才攤開底牌 然後大家看看彼此要聊什麼 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 心情不好 是 每個人都會的 那 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覺得 如果說你錄來電20 就譬如我們今天碰到啦 其實說實在的話我覺得我今天心情不是那麼好 那可是我就想要跟你討論的是說 如果你心情不好你就 因為我覺得自然好嘛 那你就 你覺得就 讓它不好呈現出來 還是 還是你覺得要一個 營造一種開心 我不曉得怎麼說那種感覺 怎麼樣是專業 怎麼樣是 就是 我其實做節目 還有做廣播我們做了十幾年真的 你是怎麼樣子來 處理這樣子 對 可是 好像變習慣了 你上去的時候你就會變另外一種人格 那這樣子根本就跟演戲沒有差別啊 可是 我覺得人有很多面吧 對啊 像你是正面反面跟側面 笑面跟笑面 你那種話題都講得好寬狂 可是 就是沒有辦法控制 你上去你就是會有開心的感覺 哈哈哈哈 大家聽得出是苦笑嗎 哈哈哈哈 可是我覺得 別人可能聽得出來啦 嗯 可是 我也不會折 那你呢 你如果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上去人家會聽得出來 你心情不好嗎 其實我做節目的時候 譬如我的節目嘛 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 哈哈哈哈 中午十二點 到下午 兩點 對 我是乔班DJ 我是曉光 可是我現在跟偉珍一起做一個聲音的部落格嘛 記錄我們的生活 好 宣傳完畢 通常工作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工作 我的工作就是帶給 大家 喜歡聽的音樂 喜歡的氣氛 開心的感覺 因為我設定好像 大家都喜歡 快樂的感覺 然後我標榜 我不標榜自己嘛 說實在話 也是中午時間也蠻重要的 嗯 中午時間很少人不快樂 其實 被老闆罵啊 下午有不想開的會啊 你根本不想帶在辦公室啊 很多人很不快樂 我說 有些人走進辦公室 他就不想走進去 一定有吧 可是 我自己的話 如果我說 當天心情不太好 我自己會覺得 因為我會錄起來 我會特別 如果今天我心情真的很不好 狀態不太好 我會特別把那集錄起來 我也這樣做過 反而心情不好的那一天 節目聽起來是 比平常更開心 因為你會想說 你要誇張一點 對 要用點力 你不要讓大家不舒服 反而這集聽起來太 用力 很開心啊 所以 對 我不曉得怎麼去講這種感覺 我總覺得說 好自然 然後做到大家想要的 或者是 你把你的專業的部分呈現出來 就對自己有個交代 然後大家應該也會喜歡吧 要多播一點歌吧 講話時間就可以少一點 其實音樂性電台 像HeadFan聯播網 第一品牌嘛 音樂 然後 其實 我們很少講話 對啊 所以 如果讓人家聽到你心情的時間 也不夠多 那我現在很 比方你問我 其實我很難講 是因為我很多東西都是介紹資訊 因為資訊裡面 你很難講心情 因為我已經不是以前那種 來心情點播 今天晚上的夜色真美 你們有一點淡淡的柔柔的 修情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這節目好聽欸 真的嗎 我喜歡啊 我喜歡聽到那種女主持人 在講什麼淡淡的柔柔的 哈哈哈哈 淡淡的 柔柔的 哈哈 以前有做過類似的感覺的啊 可是我覺得我已經回不到 當年的我 哈哈哈哈 你講得好悲氣啊 真的 其實我覺得 你根本就自然而然營造 一種悲苦的感覺 真的 突然廣播寫她 你不是維珍啊 你是清科嫂 哈哈哈哈 可是真的我覺得 回不去以前那種 做節目的感覺 不知道 什麼感覺 就是那時候我覺得 比較少女吧 比較夢幻吧 所以你自己都能夠營造一些氣氛 沒有 可是我覺得你這樣子是好的 因為你就是 等於是有在進步跟變化 所以你就會有 一直不同層次的表現 然後所以我們今天 你剛剛說像賭博一樣 我們也不知道我們要聊些什麼 但是其實你也想了一些 我也想了一些 對啊 那你想 我本來把它收起來 真的啊 那你把它拿出來我看一下 今天 我覺得沒有主題也是一種主題 可是 今天就走這種風格 你寫的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 如果你不是做現在的工作 你會想做什麼工作啊 我想 大家應該想聽到答案 嗯 我知道了 好 嗯 我沒有要說啊 哈哈 因為我把全部的都講完之後 我才 我們再來選一個 那你先講一個你的 你想了什麼話題 其實我 我有在想 講 親情 親情 因為最近有一些 就是譬如說 人長大了 有些長輩 會離開我們 相信 有些朋友也碰到同樣的事情 然後 我自己最近 我的奶奶阿嬤離開 那 我知道 維珍之前 也 比較辛苦 你的父親也 一年多前 嗯 離開 那 我相信很多的 聽眾朋友 或是 我們的老朋友 知道這些訊息 或者不知道 在他們自己的生命當中 也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有時候你想關心 可是又好像怕過了頭 然後有時候你不講 又怕 就是你的那份關心 你不曉得怎麼樣子 讓你的好朋友知道 然後自己怎麼樣子去 面對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這真的是人生的 一個課程 我本來想說 找一天來好好聊這樣的東西 又怕有點沉重 也怕說 譬如說像維珍 之前碰到了這樣子的人生課題 可能在你的心裡 一定是 很大的 傷心 那你又要再一次去想起 讓你傷心的地方 你就會覺得不舒服 也不是我想要的 可是 我還是覺得 每一個人個性 不太一樣就是了 有些人會習慣把他的 悲傷的事情說出來 讓他會覺得好過一點 有些人覺得 重複的講 就像我常常講的鬼打牆 每次講他每次的傷心是一樣的 甚至會累積 可是我多數遇過這樣的朋友 都會覺得 你跟別人聊的時候 是一種感覺 可是你真正一個人去 去回想你的親人離開的 整個過程的時候 那個又是你一個真正的感覺 通常那一塊 不太會表現給人家看就是了 現在我相信 跟我們有一樣經歷的人 或是包含你自己 你的祖母離去 我們都可以講整個過程 然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且已經不會再掉眼淚了 可是你真正在 在自己一個人去意識到 他真的現在已經不在的時候 那個部分的傷心才會跑出來 然後我相信 聽到今天 來電二十的朋友 老朋友、新朋友 聽到這樣子的話題 他會想到他自己 可能也有這樣子的經驗 或者是 總有一天 要面對這樣的事情 只是想告訴他們說 因為這 這真的是人生的一個過程 你真的也跑不掉 對不對 然後你會覺得 我這麼深愛我的親人 然後 他離開我們 然後 怎麼樣去面對 我只是想 表達 小光跟維珍 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 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傷心的話 其實基本上 還是有人 或者你說我們是無形的力量也好 就是真的 大家能感受得到 然後也希望 你能夠重新的 再找到生命中更重要的意義 你會感受到 你會感受到 你 沒有 這麼多 你 真的 你會感受到 感谢观看